今天来调解的是来自湖南长沙的一对夫妻 谭先生和陈女士 之所以来调解 是因为陈女士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我想过正常的生活 我越想过正常的生活 我就觉得我越过不到 陈女士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难道说她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这个婚姻根本就不正常的话 我就觉得这个家庭 好像不能正常 陈女士不断提到 自己的婚姻和生活都不正常 那么这个不正常的根源 究竟是因谁而起的呢 是她还是身边的丈夫谭先生 我老婆她的性格吧 就是比较急不可理喻 正确地说是比较偏急 如果她不那样急的话 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谭先生把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 都归集在了妻子的性格上 而这个说法也在陈女士这边 得到了证实 应该主要是我不正常在哪吧 因为我觉得性格有缺陷 就是不正常的那种 像我这样不正常的话 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真爱的 陈女士黯然自责 她也认为自己不正常的性格 是影响他们婚姻的幕后真凶 可令人诧异的是 这样的陈女士 为何会让调解员 把艳逸心疼不已 你对于你的妻子来说 对不起啊 因为我对于她的内在的 很多的冲突 会感受得更加的深一些 又为何让心理专家李金平 产生了接下来的这番 看似矛盾的论断 你不能在人前 拿自己当病人 况且现在你也不是一个病人 陈女士的身上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和她过不上正常人的生活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而这对声称婚姻不正常的夫妻 又能否通过我们的调解 寻找到他们最想要的 正常的生活呢 调解即将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 白燕一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陈女士和谭先生 欢迎二位 首先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到金牌调解来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 我们结婚了十多年了吧 吵闹不断 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呢 就是想家里面的话 以后就不要那么多的吵闹声 更和睦一些 主要是我妻子的性格 她比较急嘛 所以平时因为一些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的话 就会闹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婚姻 一直也是过得不顺利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正常 然后老吵架嘛 我觉得究竟原因应该是 她不能很好地理解我 我去调整过 调整了 但是我觉得造成的最后的结果是 我现在是不断地做噩梦 然后我觉得我的健康都没了 这段婚姻还怎么继续 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这个人 不适合婚姻 或者是说 这个婚姻根本就不正常的话 我愿意放弃这个婚姻 不给孩子造成影响 不给孩子造成影响 我不赞同她这种态度 我觉得对一段婚姻的话 不能说随便放弃就放弃吧 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造成了呢 我一直有先天性心脏病嘛 然后医生不建议我 就说生孩子 第一个怀了 当时医生就说不建议嘛 然后我就听了他的建议 就做人工流产流了 当时我妈妈照顾 我照顾那个小月嘛 比较好 我就觉得身体好像 还承受得住 然后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想要了 然后第二个孩子又没要成 怀了八个月 然后胎死腹中 身体又直线下降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家庭 好像不能正常 不能正常了 不能正常了 那我就离开呗 那就离婚 什么叫做好像不能正常了 是指什么 因为没有孩子啊 一般的家庭 在常人的眼里面 伤口之下才是正常的啊 你们在结婚之前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考虑过当时结婚之前 他是当着那个介绍人保证的 他说可以不要孩子 婚后他就一直有那种渴望啊 就说别人都有孩子 如果我们也有就好 然后虽然第一个孩子 他是让我做的决定 就是说听从医生的建议 去留掉了 但是可以看出 他对孩子是渴望的 然后我就觉得 跟他老吵老吵 然后就想 就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嘛 然后就要孩子 我也想要 那你说孩子没了 我觉得就不正常了 这个不正常 是他觉得不正常 还是你觉得不正常 至少我当时是觉得不正常的 所以你就决定离婚 对 然后他也没难嘛 然后他就觉得 你就离呗 然后我就觉得 两个人都没觉得 这个婚姻要珍惜 或者要怎么样 那就离呗 就这样 真离了 真离了 他从来没有态度的 你是没有态度吗 就是说他每次 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就 你非得按他的意思去吧 如果不按他的意思 办法后果很严重 这是离婚也是一样嘛 都是他提子 比如说他说 今天要去离了 今天又得去离 就一个今天要离 你说就不断的 就没有否则 如果不去会怎样 你要挽留会怎样 他一直给你挠着 就挠着就和他要挠着 他当时给我的理由是 我们性格不合 经常吵架嘛 其实我这个人 对我性格是比较开朗的 我之前我也知道 他的性格的话 比较内向一点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个问题 在我看的话 没那么严重 但是他看到的是说 当他提离婚以后 你也没什么反应呢 你也就接受了 不是说我就接受了 我不接受行吗 不行的 这种的话我就妥协 然后让他缓解一下 让他把这股气缓过来 我没有想到 就是说要离婚 因为我在我看的话 没那么严重 就这么离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婚后态度不好嘛 然后就觉得 然后又还没孩子 没孩子嘛也不正常 因为身体的缘故 陈女士在结婚之初 没能生育孩子 她感觉到 一个家庭没有孩子 就是不正常的 而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她对自己越来越自责 对婚姻也越来越没有信心 最终她选择了离婚 可在离婚仅仅几个小时后 她就又后悔了 对自己的离婚又复婚 陈女士给出的理由 似乎都很牵强 但不管怎么说 婚姻已经复了 生孩子又重新成为了 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没过多久 陈女士还真的就不愿以偿了 四次怀孕 才终于生下孩子 陈女士在这期间 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所克服的种种艰辛 可想而知 更何况 她还是个患有心脏疾病 从小就被预判 无法生育的女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 这个孩子的到来 让陈女士极为重视 而这种重视 慢慢地成为一座大山 直接压在了陈女士 脆弱的神经上 我坐月坐到 二四五六天 那个样子的时候 因为她妈妈洗料片 然后她没拿 那个特命制造去洗 然后她就是在水龙头上冲了 整个屋子一个味 然后我问我老公 我老公开始不承认 我就觉得特气愤 然后后来 确确实实 那个味是从那个料片上 发出来的 然后就跟老公吵嘛 是说婆婆没有洗干净的意思是吗 是说她根本没洗的意思 你觉得她这个没做好是吧 是不能容忍的那种没做好 为什么你不直接跟你婆婆沟通 她是老人的 我跟她直接沟通 那不是又不存及老人了吗 因为她觉得 你不跟婆婆沟通 你跟你丈夫沟通的 你气氛的点在哪 开始她根本不承认这件事情 不承认她妈妈就说 没有用那个透明罩洗那个尿片 我觉得她撒谎了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真诚 你觉得她为什么要撒这个谎 负责她妈呗 当时我就不信 我说不可能了 然后我就直接给她回去了 我也没去问我妈 她觉得就是屋子里有味了 你感觉到了吗 我没大发觉 我觉得不可能了 因为从这个撩布上看的话 是干净的 然后她就火了 她说我什么事都护着我妈 你能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恼火吗 这我看了的话 就是说她不大接受她 劳逸比较挑剔的目光去看她 当时大家心情都不好 我妈也很不舒服 这件事闹得比较大 她要把孩子抱着 我和我妈都阻止她妈 不让她把孩子抱着 因为那孩子孩子作乐嘛 然后她也闹累了 她妈妈也就平息了这事 是闹剧吗 在陈女士看来 她讲的不对头 但是一个男人 她应该把真相弄清楚 看到真相到底她妈洗没洗 所以这件事情在你看来 就是尿布没洗这个事情 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是吗 不是不允许她发生 而是她发生了之后她的态度 这样的矛盾也许很多家庭都经历过 但是这却成为陈女士心中过不去的坎儿 她认定自己即便生下了孩子 与这个家的相处仍然是不正常的 她感觉到一直心脏有病的自己 不被丈夫和婆婆所尊重 陈女士的心中 由此埋下了一股不安和担忧 以至于到后来 因为丈夫的一次突发状况 陈女士便彻底爆发了 7月份的时候她检查出来 有那个病毒性脑膜炎嘛 然后就住院 因为我们的经济一直比较紧张 我就带着孩子 然后就回到厂里面嘛 一边要弄孩子 一边就去四处筹钱嘛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没去她那里 然后第四天一早去的时候 她第一句话就是 厂里面都有几拨人看她去了 然后就说那两天我都一直没去嘛 然后她就抱怨嘛 然后我就觉得她每次 然后就把这所有的都归结我性格上 然后我就觉得都是我这边的错 就这样的 我就觉得那我就自己带着小孩了 她抱怨了你一句 没来看她 对 所以你决定离婚 对 我觉得就是特别委屈吧 其实她是这样的 就是我住院的时候 那刚开始的几天嘛 基本上是动不了的 她也没在 我就肯定感觉上还是不舒服的 过了几天她来了 她一到了之后她就吵我 然后这个事也就过了 过了然后我回去了之后 她就要离婚嘛 我不确定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不是说她去看你的时候 你说怪她没来 对 我对她有这样说过 我都说 我说她们 这样的话 我说我要去告她们遗弃罪 然后我住院完回家之后 然后 当时她妈也在 然后她妈就把孩子抱着 然后她就把东西去 然后拎走 然后就说要离婚 然后她们就走了 然后她才来跟我说的 什么要签什么协议啊这些 就这回又是真的离了 真的 第二次离婚 对 这两次离婚 你有哪一次觉得是后悔的吗 应该是两次 就都是后悔的吧 那现在你们俩是又复婚了吗 那就是因为有了孩子了嘛 因为跟她离婚了之后嘛 周围人就说嘛 孩子是无辜的嘛 然后就是春节的时候嘛 就给她打了电话嘛 她也愿意 就又走在一起了 两次仓促离婚 又两次迅速复合 陈女士在这其中的矛盾心里 是显而易见的 可经历了这两次的折腾 谭先生的灰心也是必然的 在现在看来 真还没有其他的东西 因为老吵吵吵吵吵的 我觉得以前很多技术都被吵没了 谭先生很疲惫 对于他而言 就因为妻子太敏感 总觉得他们的生活不正常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离婚 又因为两个人对彼此而言的不可或缺 他们又一而再的选择复合 在这个过程中 谭先生总是扮演着配合的角色 身心俱疲 可对于这一切 陈女士却也有她的委屈 我就觉得她对我不好 她不像她 开始跟我承诺的那样 就是说会善待我 我们结婚是散婚 认识不到两个月就去你这儿了 当时我29岁了嘛 介绍人介绍她的时候 前一个月我妈就把我脸了 就是因为我一直没嫁出去 然后我就到宿舍了嘛 科里面的同事就介绍她 因为我的性格我知道一直是有缺陷的 因为内向嘛 我当时只问了两个问题 我说她性格如何 然后同事说她说她性格很好 她说别看她就是说外观呢 就是这些 就是说她的性格一点没受影响 她外观怎么了 有点残疾 我腿有残疾 但是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大的问题 我就觉得残疾人嘛 不就是他们不是说要平等吗 残疾人嘛也应该有婚姻嘛 然后就不要平等的对待 就这样的 是因为她性格好啊 我就觉得至少两个人在一起吧 是正常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吧 你不断地提到正常人的生活 你能不能告诉大家 你所理解的正常人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你们两个又不正常在哪 不 不是我们两个不正常在哪 应该主要是我不正常在哪吧 因为我觉得性格有缺陷 就是不正常的那种 我从小吧 因为有心脏病嘛 然后同学嘛 其实在幼儿园 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我有心脏病 是一个什么大问题 或者是说困扰我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样的 但是在入了小学之后 同学不到半年嘛 他们就说心脏病是可以传染的嘛 然后同学都不跟我玩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是特殊的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就这样的 我越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就觉得我越过不到 就这样 我从小没有朋友 然后我十岁的时候 我们厂里面有个女孩子 也是得心脏病吧 跟她处的那个人吧 就要求她 就说去做手术了 就说健康了 然后在一起结婚嘛 然后她做了手术 手术失败了 然后就影响到她的老妇了 然后那时候我才十岁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我长大了的话 像我这样不正常的话 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真爱的 当时我就想 我就不要婚姻 就这样 其实我一直 我没有对婚姻抱有幻想的 我是觉得 怎么可能有一个人 会对我能量好吗 不可能的 但是遇到她了 然后就是 心里的所有的戒备 所有的烦闷都没有了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不到两个月 就跟她领证了 因为我相信她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是她帮我建立了 对婚姻的一个憧憬吧 她就一直说 我性格不好嘛 我就觉得 我可能就是个不正常的人 然后我想拥有 常人的生活的话 那就是奢求 如果是说 我这个人这样的性格 不适合 就是说跟人相处 或者不适合婚姻 我就放弃 我不强求 因为我总觉得 强求来的东西 真的不行的 你自己找不到 希望和信心的是吗 找不到 在婚姻里跟她找不到了 陈女士哭得很伤心 那些深深印在她骨子里的成长的伤痛 此刻 就像找到了一个倾泻的出口一般 伴着泪水喷涌而出 这场景深深地触动了在场所有人 特别是挑起源把艳逸的心 我觉得陈女士 就是刚才在她述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 她确实是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有问题 貌似不太善于沟通 不太善于经营婚姻关系 有一些自卑 过度敏感等等 但是我们说 为什么是这样 她的这些行为背后有太多很复杂的东西了 比如说强大的自卑感 最开始主持人 如果是她的问题怎么办呢 她说 是我的问题 那我就离婚 我不要拖累别人 哎呀 这话一说出来 我开始以为是赌气 后来 当她说到了她的成长 她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 我知道原来那不是赌气 而是她这人生当中 大半的时间 她都会被当成一个累赘 所以她既渴望有自己的婚姻家庭 既渴望得到丈夫的理解和疼爱 同时她又非常冲突地认为 自己其实并不那么配 拥有这样的一份正常人的生活 因为她认为自己是打引号的不正常的人 所以她会认为自己其实是给你添了好多好多的麻烦 然后她就通过离开你 让你知道她有多重要 这样一次一次的在婚姻当中进进出出 她每一次貌似那么坚定的要去从这个婚姻当中走开的时候 其实她都希望你能够用更加有力量的 甚至哪怕是粗暴的方式 把她留在这个婚姻当中 她离开了这个婚姻之后 其实她在这个社会当中 她会发现无处停留 而你就是她唯一的港湾 我能感觉到谭先生 你对于你的妻子来说 对不起啊 因为我做心理治疗这么多年 所以可能对于她的内在的很多的冲突 会感受得更加的深一些 所以我能够感受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她唯一能够依靠的 也唯一能够信任的 其实她对你的爱可能比你感受到 以及比她自己以为的都要多得多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 不仅在我们的金牌调解 去打开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式 视角 更希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能够去做心理的重建 你不是不正常的人 你也不是病人 你只是一个缺乏被尊重 缺乏爱 又极度地渴望爱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你只是因为一直被很多的人孤立 所以你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 什么叫做矛盾 什么叫做解决问题 你那么卑微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以至于你要用更大的力气 证明你有存在的价值 而这一切 其实是来自于你内心建构上的一些 不太恰当的认知 它是完全可以通过心理成长来去 改变这种心理状态 所以我希望今天谭先生能够更多的去体会体会他 理解理解他 这个世界上能够打开心结的东西 只有一样 就叫做爱 陈女士 我想问您一个细节 您说当您二十多岁还没有找对象的时候 妈妈把你赶出来了 对吧 好我理解这个赶有两重意思 您告诉我是哪一重意思 第一重意思是妈妈有点小生气或者说小担忧 所以呢她想逼你一把 就让你自己出来住了 还有一种是 妈妈是真生气了 她会觉得女儿这么大了还不嫁人 是一件挺丢脸或者让她很着急的事 于是她就真的把你给撵出来了 是哪种 我觉得是第二种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刚才听您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 这个姑娘是不是当时有一种 被她们家人彻底放弃了的感觉 这件事情 应该对您的伤害也很大吧 对 从此我不 我不是太 依赖我妈 然后也不 也不太信任她了 现在 您把这种全方位的信任 又全部移植到了您先生身上 对 然后她一旦欺骗了我 或者是说有什么 我就觉得特别不能容论 对 如果说当我们把所有的希望 就像把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时候 这个鸡蛋一旦打碎了或者磕破了 你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 对 所以 陈女士我觉得咱们要多信点自己 信天信地真不如信自己 看问题的这个心态特别特别的重要 接下来我说一下 您突然一下子 被一个 呃 沉甸甸的担子给砸中了 我们的陈女士 因为她把自己对幸福的期望全放在了您的身上 如果说 在她这么多年的生活里 很多东西都是黑暗的话 那么您是她生活中的光明 我记得有一首歌 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是我的眼 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就是她的眼 她要通过您这个眼 去带她领略这个四季的变化 还有人间的美好 她在您身上寄托了太多太多的希望 也许您会觉得很累很疲惫 但是如果 偶尔说如果 您还是真的还爱着她 内心深处还对她有感情 而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孩子 我们现在特别怕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我就和男嘉宾说一说吧 我感觉 你有一些疲惫 你在今后的这个婚姻 和你的妻子的相处中 有一点我一个个人建议就是 你先看看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先认识一下自我 你也是一个人 如果说你自己的心态很疲惫 又很难真正地修复调整 难以真正地做到 跟她的感情是真挚的 一味地去硬着头皮 去口号式的心灵吉他 我认为这是对她更大的伤害 因为她所需要的是真正的内心的交流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都非常的不容易 是这个说法 就是能不能适合在一起 但经历了这么多年 我想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 应该是适合在一起 尤其是再经历了两次 离婚 两次复婚 是吧 如果说没有感情 不适合的话 你们是绝对不可能会去 重新走入那段你们认为不太适合的婚姻 所谓为了孩子 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借口 其实你们之前还是有感情的 应该好好珍惜下去 陈女士 我觉得你身体的病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好了 但是其实你还病着 因为你的心态上 还是以病态的方式在生活 第二个 小时候因为其他人的无知 他们伤害了你 他们说心脏病是传染的 所以因此疏离你 就是他们很无知 因为心脏病是不会传染的 但是这些人 他已经不在你们身边了 就是他不会再伤害到你 但你现在呢 却因为自己的无知在自伤 你看你结婚之后 两次离婚 你强调的原因都是 如果我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我不勉强 我不强求 所以我就不过 我就离开 所以你第一 认知正常的标准有问题 第二 知道自己过的生活 如果是不正常的 你选择的方式是放弃 而不是更多的去争取 或者是赢得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有问题 你正常的读了书 正常的闭了业 正常的嫁了人 而最关键的是 现在你有一个健康的女儿 这你的生活已经都被固定在正常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 那么为什么 陈女士内心的真相 她首先邀请陈女士来到场地中央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将道具都搬上场之后 她发布了第一个指令 你现在可以整理一下这沙子 想把它整理成什么样子 平一点 你加了这个动作之后 你有觉得它更平一点吗 没有 越来越乱了 面对本就很平整的沙面 陈女士下意识的还是选择用手再去抚平一点 反而在沙面上留下了很多印记 破坏了沙面的平整 她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你本来生活是很平的 你的生活都已经很正常了 但是你为了所谓的再追求正常一下 然后你就加很多动作搞出很多事情出来 反而更不正常 接下来李金平又发布了第二条指令 她希望陈女士在玩具架上随机选择器物摆放到沙盘上 直到摆出令自己满意的景象为止 就这样的 可以啊 好 你给这沙盘起个名字吧 叫什么 家 那这里边哪个一个人是你呢 这个就是我 如果让你给这人一个祝福的话 你会再做一个什么样的变动 表达对他的祝福 就把它放在房子边边吧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看看这个沙盘有没有调整的地方 可以让你活得更好 他们在一起近一点的话 看起关系跟你们差一点 陈女士摆出了一个自己心目中期待的家的雏形 这个家里有她有丈夫有孩子有朋友有邻居十分热闹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女士的家还有一位医生的角色存在 在这个家里医生比其他任何人都靠陈女士更近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个沙盘当中 你给的起面是家对不对 那就说明你生活的主流问题 现在也是一个家庭问题 但你现在呈现了 在整个沙盘上呈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所有的生活都倾向于靠近你的过去 你在生活当中没有表达未来 第二个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 你用一个医生来表达 这说明什么 就说明你始终把自己当病人 你希望其他的人是医生 你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你 你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你 你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你 这是你对人际的需要 但是你觉得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对 你不能指望别人都是医生 你不能指望别人 都能从你生病的角度 来了解你 理解你 支持你 因为他们不是医生 李金平深入浅出的解读 已经把陈女士的内心剖析得一清二楚 而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句特别的叮嘱 要对陈女士说 陈女士 摆完沙盘之后 我还是想跟你特别特别强调 你不要在内心深处把自己给放大了 你不能在人前拿自己当病人 况且现在你也不是一个病人 你就是一个正常人 在过正常的生活 要接纳正常生活当中 不愉悦的那一部分 你的生活就会幸福 心理专家李金平认为 陈女士反复提到的不正常 并不是她身体上的不正常 也不是她们家庭关系不正常 而是她心理上的纠结 导致她对不正常的认知有误区 陈女士应该矫正这种错误的认知 她才能追寻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接下来的密室环节 观察员李小云就试图走进陈女士的内心 帮她解开心中的纠结 现在为什么就是会交怒这么大吗 就是因为呢 我觉得跟她爸爸妈妈相处起来 我一点也看不上她们那个 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我跟她们那种状态 已经到了可以这样说随后不相容的状态 然后就不希望她爸爸妈妈来 因为她爸爸妈妈一来了 我就觉得整个房间 就弥漫了她的味道 然后整个房子我就不想要了 我也不想要这个家了 我觉得老人肯定是要孝顺的嘛 不是说非要住在一起就叫孝顺 她一直都说她爸爸妈妈要来住嘛 陈女士从进入密室开始 就不断地提到 不知如何与公婆相处的烦恼 这让我们意识到 和公婆的相处问题 是现在陈女士心中最纠结的点 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为了避免发生矛盾 谭先生的父母都在老家很少来访 可陈女士就是纠结这一点 她很不希望和公婆有任何接触 这也是导致谭先生 对妻子性格不满的根源所在 了解到这个情况 李小云也有她的建议 你这种感觉让我们觉得你的反应很过度 你会反应强烈到说她们来了 那就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们 那她们来了我就走 我家也不想要了 老婆也不想要了 其实你想想看 为什么她们会给你造成这么强大的这种心理压力 或者这种难受不舒服的感觉 一方面确实生活习惯不一样 包括你说她们可能会 卫生上各方面跟你有点不入你的眼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自己仔细想想陈女士 这是不是跟你心里的那种 对一个东西的不安全感和这种边界感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陈女士我必须要劝你 如果你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去放弃你老婆 我觉得我很替你可惜 因为你不一定再能找到这种感觉 所以我希望我们是双管齐下的 一方面我们先跟公婆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做一些心理疏导 让自己慢慢能够接受一些东西 也都要想开 想开什么 多看公婆的好处 不要老盯着别人的缺 否则自己会活得好 不要为你 而在另一边 谭先生也向心理老师李津平 吐露了自己多年来的压抑心情 想发生的不愉快的是你老老说 本身都不愉快的干嘛老说呢 他比较越来越急躁了 就是说生气的时候那完了 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能够理解他 但是就是说他有时候他这种爆发的方式 真让人接受不了 就是说受不了 就像这个火山砰发一样 我父母的话 他最 就是对他来说的 他肯定 觉得是蛮恼火的事情 就是说对我父母 还有包括我 又有一个起码的尊重 第一个呢 像他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 确实要通过专业的心理老师去输导 不输导 就靠硬模 可能这个会有点困难 嗯 第二个呢就是 你跟你爸妈呢 我觉得你要多一些解释和说明 就是他没有恶意 他不是凑你们的 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疾病导致他现在的情绪 或者是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就是这样的 然后第三呢想安抚他的情绪 我觉得你生活当中还是要多些 你去引导他对生活情趣的一个感受会更好一点 你就是啥 那么谭先生这样的表现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从内心完全接受了李金平的建议呢 而在结束密室后陈律师又是不是能有所领悟呢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现在的想法吧好不好 今天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指点和帮助 我觉得回家了之后好好调整我自己 特别是心态方面 然后好好把日子过下去 珍惜现在的生活 好好跟家人相处吧 下次他们再来了 就尽量不要去冲突了 谭先生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姨姨对我们这段婚姻的话 我姨姨都没有言过放弃 就说因为前两次嘛我都是被动的 没办法 其实我们两个走在一起 确实不容易 然后十几年来的 我觉得说风风雨雨都不恰当 应该说狂风暴雨嘛 我们都请过来了 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的话 我觉得 挺可惜的 太可惜了 我老婆在以前确实也做过很多牺牲 也做过很多努力对这个角度 我确实也很感谢她 然后她今天她有在老师们的帮助 她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我感到也很高兴 然后也感谢各位老师 然后今天呢 借今天这个机会 以前她老说我这个人不懂得浪漫 是吧 今天这个场合的话 我送她 她梦梦已久的 她没个话 送你 老婆我爱你 我觉得谭先生你应该知道一个问题 就是当她从你这里得到足够多的爱和理解的时候 她就不会担心你那一点点可怜的爱和理解被别人瓜分 你要想让她能够更好的去对你的父母 你得让她感觉你是爱她爱得非常的充分的 而不是单纯的要求她去做改变 当然陈女士这边也是一定要做调整的 为人欺慕孝顺是我们给孩子做的榜样 也是我们自己应该去做到的事情 对吧 嗯 祝你们两位幸福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在整场调解中 陈女士展现最多的是专注而严肃的表情 只有在谭先生浪漫告白时 她才松懈下来有了一些笑意 她的人生过得小心翼翼而又紧张细细 谭先生是可以让她能够放松下来的尾仪 我们告诉她 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权利 您也一样 希望回去后的他们能够彼此携手 心与心贴得更近 共同创造最美好的生活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